大家好,我是海航云 我们的心情其实就已经开始忐忑了起来 应存进入合作过片 关于一天的回片之前 尤其是以终极的漫画757画为分水岭 我们就已经明确感受到了 五天老师正在以大跨步的方式 在进行着海刀漫画剧情的完结进度 而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到 在外网已经流出的 在9月4日即将发布的 《海刀光光》杂志第17的后面内容 从画面之中 我们就可以和人看到 最终章这几个字眼 外网有所翻译的 杂志宣传以为 现在正是重读海刀王的最佳时机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最终章 杂志的标题为 建议重读迎接最终高潮 而值得说明的是 这就是海刀光光第一次 正面提及到最终章的这几个字眼 而说到这里 我们可能也就愈发能发现 海刀五年到期时的说明 其实已经不是五天老师 单方面的一个回答 而是已经完全得到 海刀光光的默许 基本也已经被战斗社提倡了日程 这一系列因素 其实就已经表明了一个 对海鸣而言的残酷事实 那就是我们不光在游戏之间 就能看到海刀光的完结 而且在近五年内 就可以看到它的完结 443期海刀专题 我们所提到的费事与团 听众诸吴听老师 五年完结倒计时的采访 是发生在2019年8月末 而我们现在的时间是 2020年8月刚开始 这个时间的流逝也就已经表明 除了同快就将至的最终章之外 我们离海刀光光的完结还有四年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方航员 海刀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